好大家好 那我们不知不觉 这个来到了二字六节 二字六节就是要让这个Fuzzy Set更完备一点 所以我们会把Fuzzy Set就是对应到 一般的CRISPR Set里面的那些Operation 做一个对应的延伸 好那首先来看相等 那看相等 所以我就在前面的二字一二字二就特别 强调一下那个CRISPR Set 那等于说就随便给两个Fuzzy Set A跟B 那当然他们会对应到一个 对应个别对应到他们的Membership Function 那沿着上要做一个运算的话 他们后面的定义域空间 要同一个定义空间 要不然这个风马牛不相关 你怎么去做运算 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 好所以这个是一般一定要这样讲 那如果说我怎么样呢 我有两个两个这一个Fuzzy Set的相等的话 弱且为弱 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什么 同一个Membership Function 同一个Membership Function这样 那相同两个Membership Function 更严谨的数学定义 那当然在我的离散数学课本里面 有针对这边去做做一个说明 因为在考虑算数学 我们就很多陷阱 乍看之下 因为这样的定乏是比较漏洞 有点小问题 但是我现在不去再严谨去做说明了 那原则上你就把它看看 他们的Fuzzy Value一样 Fuzzy Value一样的话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图出来 他们具有怎么样 具有相同的隶属函数 同一个隶属函数之外 所以这个是我的B 我的B有没有 所以很清楚可以看出来 具有相同的Membership Function 就这么简单 好 所以原则上就把责任全部推给谁了 推给Membership Function 那看包含模糊集合A跟模糊集合B 它们隶属函数分别是UA跟UB 那在同一个乙集合上面 B包含A 它也是把它写成这样的符号 也写成这样的符号 那B包含A的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B的发力值大于等于什么 A的发力值 所以这个同学搞清楚就好 所以等于A contain B 哦哦 我写错了 我写错了 所以我写错了 这个当初我在写的时候 这应该是B包含A B containA 有没有 那A被包含B A包含B 有没有 因为我在写讲义的时候 是很喜欢写什么 B被A包含 有没有 因为A 我都一般认为A比较大 但是我看的那一个课本里面 这个望的课本里面 可能它就写成这样 所以等于是B包含A B包含 或者说A被B包含 A被B包含 这个没关系 借这个机会了 再强调一下这个观念 不要写错就好了 好 那原则上它画的图就是怎样 这个当初在画的时候 这个描绘的时候 就不清楚 就是说这个是我的B的 membership function 下面是我的A的membership function 那随便的一个 拉一条线出来 可以看到对应 有没有 它的值一定要比它的值大 它的值一定要比它的值大 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很简单 那总是要一个明确的规范 明确的规范这样 所以UA的直接小于或等于UB UB这样 是这样就很简单 我不再念做μ 这个太难念 好 那余级一样 余级的定法就是说 就在我们前面 已经看到台湾车什么车 有没有 这个已经看出了 1-UAX 这个它的移级 就定义它的规范 这个图就很清楚看到 有没有 这个图不好画 这个不好画 那你可以看到 原来的蓝色是这个 我也没有看到 所以你发现两个加起来是不是等于1 简直说这个的membership 跟这个的membership 加起来是等于1 有没有 所以沿着上这个图就很简单 造一个图给同学看 你们大概可以很快的了解 好 再来看连几 连几就是说好 A跟B两个 他们的连几 它的符号也是用这个连几 那隶属函数用max 用max 就是说取两个值的最大值这样 例如你看例如我画了一个图 那你可以看到蓝色是 A的membership function 那个绿色的话是 这个B的那个membership function 那最后你可以看到 红色就是两个 取它怎么样 取它们的maxima 有没有取它们的maxima值 所以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也可以定义出 它的新的membership function出来 新的membership function 那后面我们会讲到 那当然如果说 去外面推摩克斯的话 可能这一块我后面再说 那如果正规课的话 后面我们都会交到xnorm 就说maxima的话 是xnorm的一个special case 也就是说其实满足xnorm的 那一个任何的那些operator 都可以来取代 这个地方定义出我们新的 什么样新的这个连几出来 但是常用各位同学常用的话 大概在做研究 用这个max就够了 所以我大概先 在教Fazi的初步的时候 同学先学会这边就可以了 那交集的话同样道理 它也是用同样的符号 同样的符号 那验则上它是用mini 用mini有没有 mini很 mini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图里面就取什么样 取它们的最小 这个最小没有 最小的这个图出来这样 所以验则上 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 那mini的话会对应的 一个general的叫做tnorm tnorm 那当然是这个是很 比较麻烦的 因为大概要跑xnorm跟tnorm的话 可能要透过一些software tool才有办法 因为它那个数学结构太复杂了 人硬要去画它有点难 那是max跟mini的话 对我们假设很简单 你就可以掌控这样 好 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个example 就前面看到车子 也没有车子的问题 这前面已经看过了 A跟B互为complement 所以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 没什么太大问题 那它们的连击就变这一块 有没有看到 我就很快的画出来touching max max就走这一块了 就走这一块 有没有看到就走这一块 所以第一部分我要用到什么 要用到这一段 这段是属于B的部分 有没有 那这段是属于A的部分 因为它是直接什么Y的X 所以注意它在设计的时候 所得到一个结果这样 好那当然这个就是我们 这就是它intersection intersection有没有 intersection的部分 intersection的部分 好这个一样就是说 那intersection部分等于说 这一块这一块就用什么 就用到A的部分 所以注意A的部分有没有 那这一块用到什么 用到B的部分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它这一块 注意这一块 所以都不难不难不难 所以我很快讲完 但是你要花点时间去消化 去消化 所以这个是应该要知道的 所以这一节就变得很简单 没什么太多东西给各位 就是说它是一个符号的延伸 符号的延伸 所以在主要的第一次很规矩的 我们看法机set的一些基本的运算 就在这一个前面五节都已经讲清楚了 那后面我会再先去录其他的部分 那后面的Snorm Tnorm的部分 可能还包括average 包括广义的这一个confident的部分 我可能再找时间再去记录 我就先把最核心部分先录完 那后面的话 我们的课程也会再延伸到一般的 E1跟TaiwanLive上面去 那希望更多同学可以学会这个Fuzzy 那可以去操控ManLab里面的Tool 操控外面的一些基本的Tool 好 那我们这一节就先讲到这边结束 感谢观看